小意思經常會跟大家分享 和三個女兒之間有趣的事 日前她在節目中就提到 自己沒有打過小孩 都是用愛的教育 不過這個方法對大女兒跟二女兒都奏效 但在徐老三身上好像不太管用 並透露之前有次 朋友帶徐老三去露營 結果朋友的兒子看到徐老三 那種超無常人的自信 竟忍不住這樣說 然後那兒子真的看我下去說 妳是不是有公主病啊 然後我女兒竟然回答她說 誰就是女王 回答讓媽媽超傻眼 而那次露營在玩遊戲後 大家要幫忙收東西 沒想到徐老三更至於出驚人 她那個兒子看到我女兒 好像沒有要很主動 她說 當然啊 我叫仆人去用就好了 哪啊 這什麼年代還在用仆人呢 種種形勁讓小S崩潰 幾乎這個小孩還有舅媽 最後她得知朋友的女兒很愛頂嘴 結果送到台中某間佛教學校 獨一年後變得很懂規矩 因此常警告徐老三 如果再這麼沒禮貌 就要送去台中 沒想到婆婆竟然忍不住說 媽媽不喜歡妳們說 要把小孩送到台中的事 讓小S很不解 後來婆婆才說 把小孩送到台中 我會很想她 表現出對孫女的疼愛 也讓小S很無奈 誰在拿徐老三沒辦法啊 小S 感谢观看